新型冠状病毒,您应该知道哪些事? 在洛杉矶郡,一般民众的迫切风险很低, 公共卫生局正详细评估疫情的发展。 新型冠状病毒是最近开始让人们生病的一种新型态病毒。 这种病毒起源于中国,但现在也感染其他国家的人们。 透过感染的人咳嗽或打喷嚏的口墨, 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,例如照顾受感染的人。 症状有哪些? 发烧、咳嗽、呼吸困难? 我该如何保护自己与他人, 不要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这类的呼吸道感染? 如果生病,请待在家中, 尽量不要与生病的人有密切接触。 经常以肥皂和水洗手。 时间必须超过20秒。 若不方便使用肥皂和水, 请使用酒精含量至少60%的干洗手。 经常清洁与消毒接触过的物品与表面。 避免碰触眼睛、鼻子与嘴巴。 咳嗽或打喷嚏时, 以纸巾沿住口鼻。 再丢弃纸巾。 若没有纸巾,请使用袖子。 不要使用双手。 只有在您生病时或在医疗人员要求时, 才戴口罩。 若您这一季还没有接种, 请接种流感疫苗以预防流感,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 若您出现症状, 曾与已知受到COVID-19感染的人士有密切接触。 最近到过COVID-19病途广泛散布会有社区传播的地区, 请致电您的医师、医疗人员。 如需要更多资讯, 请前往www.lacity.org or publichealth.lacounty.go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